早晨,今天是12月7日星期四的 欢迎收看E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师王耀忠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Andy,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Hello,大家好,早晨 我相信今天的焦点首先就是要看看 究竟目的对于这边的展望有些负面的评论之后 究竟今天开市会有什么反应 而且昨晚美股和油价收市不是做得那么好的时候 会不会对于个别的板块和气氛有些拖累? 是的,看到L6续续有些上市企业回购他们的股份 到底对后市有没有支持? Andy稍后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分明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低利格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先升后回价 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持续抗温 带动债息回落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 道指最多升168点 之后要倒跌 收市跌70点 收报36,054点 跌幅0.2 标志跌0.4 收报4549点 纳指跌83点 收报14,146点 跌幅0.6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而纳指金龙中国指数反弹 0.5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Tesla早段升过3% 收市升幅收窄到0.3% 苹果先升后回 收市跌0.6% Amazon跌超过1% 微软和Intel跌超过1% NVIDIA跌超过2% 以月托证券形式 是美国买卖的方网 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个别发展 阿里、腾讯和美团 都比本港收市低 阿里比本港收市低 跌穿70元 折合69.8 腾讯跌穿310元 折合309.93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60.17 比亚迪折合213.35 电动车ADR个别发展 未来业绩后ADR在升4% 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2% 折合60.53 小鹏汽车比本港收市高1% 理想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看看亚大区的情况 暂时而言普遍要向下 日经平均指数跌近300点 跌近296点 跌幅0.8 最新报33149点 首义终合指数未跌近3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8点 以色宁普通股指数向上升1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跌82点 恒指去16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和Andy聊聊的外围情况 数据机构ADP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 11月份美国的私人职位的增长 最新是10万3千个 市场原本预期13万个 即是最新的数据也是差过市场预期 10月的数据向下收定之后 就是10万6千个 当中在11月份的数据里面 制造业的职位就减少了1万5千个 而消限和餐饮业的职位 就是2021年2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下降 跌了7千个 还有6天就再次意识 市场现在预期的利率会不变 不过看到最新的数据 就是市场预期 其实3月减息的机率 现在已经达到53% 美股上日有回吐 不过仍然持续在高位 三大指数 Andy 你会预视 就是美股的强势 是否能够持续到明年第一季 我觉得先由关于息率上的看法 因为其实市场上 现在看3月的减息 我个人认为会有些比较进取了一点的 是的 其实可能是第二季尾 会觉得舒服一点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市场上现在正在扭作的 会令到投资者觉得对不对 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 在看刚才Wendy提到的一些 ADP的数据 劳动市场的数据 其实比较整体来说 开始慢慢的通胀的压力是放缓的 因为尤其是会见到一些Lasher 即是说一些餐饮也好 或者旅游那些 其实相对是会令到工资增长 是会开始慢慢的 所以整体来说 其实ADP昨天一出完数据 大家都预来年 其实都会那个工资 会比较平坦了一点点 是的 而另外 可能昨天会见到 manufacturing是做得差 其实这个就叫做市场预阻了 因为配合之前可能美国当地的一些制造业数据 其实都是比较偏弱一些 即ISM那些比较差一些 甚至有点害怕 就是说经济是不是回落衰退 因为见到好几个ISM的数据 都是回落了50楼下收缩的情况 其实这个再轩回来 上一次就已经是去到COVID之前的了 是的 但是又另一边 你又见到有一些部分 又好像做得 就是大家有点拉上补下 所以其实现在市场上面是觉得 就业市场虽然是有点点叫做 叫做cool off了 就是有点点冷却了 但是就未令到整件事 说失业率要突然急升的 但是应该会徘徊着 在我们近月见到这些相对高的水平 或者叫这两年 就是相对这两年是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就不是推动到一些比较危险的水平 所以市场上面有一种炒作 令到那些投资者 或者对于我们来说 最怕就是炒金发铝狼的 因为其实就现在不应该炒金发铝狼 那究竟市场是不是真的只是炒金发铝狼呢 就是一个问号 其实我们前几天都有跟大家分享过一幅图 其实就是说 在市场上面如果用现在炒 减息那个速度 就是说看如果当第二季 才是比较开始进取一点点的看法呢 那就不算炒得太离谱了 甚至市场不是炒金发铝狼的 其实如果看回整个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呢 其实就像我们参考一些盘薄的模型来看呢 其实都是在看已经是同时间 市场在价格下年美国的经济是有轻微回落的情况来的 是的 如果用息率的对比之下 就可以先回答了Wendy 刚才的头半条问题了 究竟市场有没有过分炒作啊那些呢 其实就不算太过分炒作的 是的 这个就令到我们可以去看 究竟现在的短期里面 市场还有没有上升空间呢 如果在这个角度底下呢 我自己觉得有些板块就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例如好像这段时间 其实你见到很多股份一起升的 今次市宽升得很漂亮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基本面的那些 都是放开一点点 是的 但是因为市宽好了 就是我们见到很多资金 不再好像过去那三个季度 两三季 就是有什么情况下 都只是供进去科技股的 但是这次呢 其实过去这几个星期 我们见到一些资金 随着ETF的资金流去显示 其实过去两个星期 其实资金是很健康地 投入去一些非科技板块的 是的 当中其实我们会觉得 例如会见到 例如好像罗素2000那样 整个小型股 做了一些头肩底的突破那些 我们觉得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应该可以做一月效应的 是的 所以可能大型股 就未必还会有一些 短期里面未必会发挥得很强 但是那些小型股 中小型股 应该可以今次可以 吃起一个叫做一月效应的情况 是的 所以下个星期 究竟联储局是不是那个声明上面 那有没有什么动作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大动作的了 但是它也不会 现在说得太夹着的 因为经济数据不像 它要这么快 放到空间那么大 但是就算参考回 刚刚这个星期 澳洲上面 RBA他们的储备银行 说的一些对白 其实都不像要突然去到很夹派 是的 所以整体来说 就会变成现在 随着美国的长年期债息 回了下来那么多 我们预计 中小型股仍然还可以继续有一阵 好啊 好 那我们看看港股上日的情况 先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昨天有反弹 不过成交跌到不够一千亿 恒指昨天低开十五点之后 下午到升 最多升二百七十二点 收市升一百三十五点 收报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三点 升幅是百分之零点八 国子收报五千六百六十三点 升五十四点 升幅是百分之零点九 科指升百分之一点七六 去到三千七百四十七点的水平 大使全日成交九百八十八亿六千万 北水淨流入金额增加到五十六亿一千万 主要以卖由ETF为主 盈富基金连续第二天最多北水淨流入 金额是十八亿七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七亿 美团有五亿三千万 看待流出方面 腾讯持续有北水淨流出 昨天金额有三亿四千万 药明生物有一亿九千万 小米有一亿二千万 我和Andy聊聊Moodies的评级调整 星期二将中国评级展望 由稳定降代负面后 昨天再有两个新的行动 第一,因应下调内地的评级展望 将本港的信贷评级展望 由稳定降代负面 带着维持AA3的评级 原因就是 考虑到香港和内地 在政经、企业、以至金融活动 都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措施就是宣布 对多个直接受影响的机构 作出同样的调整 当中包括一些我们认识的名称 跟大家调整了评级机构的名单 同时调低了18间中资非金融企业 8间中资银行 以及18间国有基建企业和附属公司 以及22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展望 当中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和四大内银等巨企 当中的26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除了被降至负面展望之外 更加被列入降级观察名单 但所有评级暂时是维持不变 目的连续两天下调了 第一就是中国的评级展望 第二就是引伸到一些企业的评级展望 也会下调 其实这一样引伸到去的 就是未来令到如果评级真是被下调的时候 有机会是令到那些借贷成本会上升 Andy 你评估就是今次的下调 对中港股市会有什么冲击或者影响? 我相信短期里面就一定是气氛上面又会再差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作为一个外面的投资者 因为最近都有跟一些外资聊聊天 因为之前去了中东的一些会议上面 其实大家都过去这年多两年 大家都看到那个格局是有点比较悲观 所以你说突然间出现一些这样的报告 这样的消息上面 是不是很错愕呢? 其实又不似的 因为如果大家纯粹 大家有不同的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面 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很透明的地方 大家都是可以给大家去讲自己想的不同的看法 其实这些可能外资反而觉得 那不就好了 不是每次只讲好的情况在那里 还有这个是大家看过 数据上面本应是慢慢的 就是那个trend是有点点向下 那个trend向下你硬去讲好 其实反而可能外资不喜欢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现在只不过是说一个展望负面 其实跟原本过去一段时间 就算看着股市的反应 大家都合理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不算太错愕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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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